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我们看这个大盘它在量缩 所以这个盘在量缩 就不能散弹打钮 为什么 因为你的资金只有一套而已 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拉回 当最主要是能源类股的修正 四大指数昨天也是拉回 台北股市其实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知道 整个大格局是要怎么样走 我们一开始在盘前的时候 大概今天的走势规划我就已经很清楚了 好 来 一开盘的时候 台股 看重点 台股连三红之后 这个想都不要想 量缩回撤五日均线支撑 台股的重点在于大力国王昨天举行股东会 所以今天就先看光学股如何表现 这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 个股表现 要锁定就是业绩好的 在大盘在量缩整理的时候 这个股票 这种股票 就是未来的标股 很简单我们再讲一次 当大盘在量缩整理的时候 回撤五日均线 那未来业绩好的 领先大盘转强的 它就可能是近期的强势指标 甚至于就是未来超级标股 那在这里 其实大概整个盘是 你必须要一个出货轮廓 量缩归缩 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做 所以尽量把资金集中 来 我们先看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所有的 看电视 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们都用一种心态就是 我一百万做一档就好 当然你喜欢两百万也可以 三百万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 这边也买 那边也买 或是说 我买一档 我买一张两张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那我觉得是 这个 你是没有办法集中资金发财的 所以我们先假设 你的理念跟我理念是一样的 我们要赚钱 你起码 有个心态就是 我不会把我身家 财产全部压满 不会 可是 我一定会做到怎么样 我有一定量 的资金 买一档股票 就一百万就好 我就假设你 一百万 你买一档股票 或买十张也可以 十张 不要算 那十张短短几天 传奇 就大涨二十一块钱 对不对 那只要不是你今天去追的 我觉得 大盘今天拉回五日线 守稳之后 他持续走 他走稳之后 那后续 大盘后续的一个走势 我们先放在旁边先不管 但起码大盘在今天拉回 整理的时候 你的传奇还是一样赚钱的 你如果买十张 短短几天 涨了二十一块钱 也就是说十张 你是赚二十一万 十张 十张不多 十张不多 你买十张七十几万而已 连八十万都不要 河南之友不会啊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下去 传奇我们买到起涨点 我们还加码 那股价呢 从起涨开始 短短的四天 也不过四天的时间 传奇就大涨二十一块钱 那今天呢 再逼近第三支涨停板 我问各位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来 整个行情的规划 那我跟各位也讲 川普殷勤不定 那么你们在担心的事情 我觉得我帮你去事宜 我帮你去把整个状况厘清 其实 现在就是在联准会正式宣布 降息之前 它先反映 先反映资金行情 所以股价是跑在前面的 那我们也帮各位去规划 未来指数 初步会到哪里 这个因为 我这个指数 这个我就不秀出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对未来 在公开场合 对未来的股价 做预测 所以我把它遮起来 但是我已经有规划好了 所以我才跟你讲 你要赶快把握 对不对 6月11号 台股进入到反压 期限前会先震荡 会洗短线停力 重点在哪里 未来还是会向上 我都帮你规划好了 进入到这里 美股强于其他股市 如果没有其他利空 重回季限 还是向上 那一支开始主导行情 所以你根本 不用去担心指数 你现在只要把你的资金集中 怎么集中 很简单 跟着我来做 慢慢做 不要急 赚完一档 再赚一档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请你看下去 端午节之前 我讲逼空头表态 杀股王 股王跌停 拉起来 今天大力光呢 我所有东西都跟你公开做印证 今天大力光3008 有没有 观众朋友 我那天跟你讲 这一天是逼空头表态 大力光杀跌停 跌停之后 雷个大红K 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把握 把资金集中 如果可以 顶五支做一支就好 做一支就好 对不对 也不要多100万就可以 你要200万300万都可以 来观众朋友 我告诉你 逼端午变盘向上股票 你就买端午变盘向上股票就好了 我跟你讲股价会领先反应 你赶快归队 端午变盘回来之后 我会不会告诉你 我这一路以来 我都跟你做规划了 对不对 好 讲到这里 我们有没有做 我们是怎么做的 来 你看过来 观众朋友 你看过来 来 6月10号 来 我讲 来 6月10号 我说营收它5月创新高 那又比大盘强 它叫进三退一 比大盘强 你自己看嘛 对不对 大盘跌 它没有跌嘛 那大盘在这里 还在这里 刚刚去整理完成之后 它领先准备突破 你不做这一支 你要做哪一支 我说到做到 我有跟各位讲 你把资金集中 你做这支就好 慢慢做 不要急 我请你赶快归队 菜也端上来给各位了 也跟各位讲了 对不对 打来就有 你打来的人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告诉你 市价买进 轻轻松松的 慢慢的 你买十张 七十几万而已 只有七十几万 你不用买东买西 不用买一大堆 你就买十张就好 就是七十几万 就这样子跟着我 慢慢的 五张 十张 买完之后 拉到七十九 中场过后 锁到涨停板锁住 你是不是打来就有 你是不是先来先赚 是不是在这里 你十张 只不过花你七十几万的资金 拉到涨停板 那在这里 很明显的 你只要做好一档股票就好了 刚刚开始买十张七十几万 打来就有 先来先赚 来 对不对 大家都不知道神秘标股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会标 大家都不知道 这股票会涨吗 老师上个礼拜 大力光才杀到涨停板 老师 墨西哥客关税 老师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我都跟各位讲过了 我都分析很清楚了 你们不要想这么多 跟着我来赚 先来赚 先来做 赚了钱你就有信心 川普是川普的事情 他不会一棒子把中国打死 不会不会 好不好 那说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归队 你买十张才七十几万啊 你也不用多嘛 就买一支就好 就订构机就好 就是他 我那天跟各位讲 我说 我只买这一支 我整天下来 6月10号那天 我就买一支 哪一支 就是4994的传奇 我发誓 那天只买这一支 只买这一支 你打来就有 对不对 你没有打来 没有打来怎么办 没有打来 隔天再打 不是都来得及吗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先来先赚 晚来晚赚 那不来呢 你电话打来的 我是不是带你轻轻松松的买 你要买五张 十张都可以 才不过七十几万 就光要涨停板 做一支就好 就是他 就买这一支 那股票就是这样子 如果还会涨呢 还会涨就再买 不会涨就不买 在我卖出之前 我就全力做多 怎么做都集中资金 你早来早做早赚 你晚来晚做 还是要赚 股票未来向上的 未来会在大涨的 你第一天来赚 第二天来赚 第三天来还是赚 对不对 来了就赚 早来早赚 晚来晚赚 那你第一天没有跟上的 你第二天 你打电话过来 我说 股票未来 它还是会上去 营收创新高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 讲到这里 我打个岔好不好 我不是随便乱讲的 中国的手游市场 商机多庞大 这个数字在这里 全球2018年游戏市场 总营收高达1379亿 请注意是美金 那中国游戏市场 占全球28% 而且未来 它的还会再上升 因为 其实中国 它的游戏的市场 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可是因为人口庞大 它已经占了全球的28%了 那手游的部分占61% 也就是说 中国手游市场 规模有231亿美元 而且未来还是成长的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 这个成长 我就一定要买 这个 这个 传奇 因为它是传奇 Legend 不是 不是这样子 来 因为传奇 其实它最近推出的游戏 它除了自有的游戏收入之外 它还有权力金的授权 所以包含就像幻想神域 授权给中国网龙 祖龙 那拉普拉斯的绳子 也授权给中国检阅 这些开发的未来就是它的一个所谓权力金的一个收入 所以它也同时具有权力金的收入跟游戏收入 那这样就其实很简单 你电话打来的 盘前我还是告诉你还是买传奇 因为才刚刚开始而已 那你会买在哪里 来 我们看这里 开盘89块钱 最低89块钱 那你盘前得到通知的 你是不是买开盘价89 那你是不是买最低 那你买最低 涨停盘 这个多少钱 7块多 10张 你当天又赚7万多块钱 你买到最低 开盘最低 慢慢垫高 10张才80万出头而已 一路涨涨涨涨涨涨 涨到86 中场 拉到涨停板 这个就是赚钱 赚钱就是这样赚的 我们就是这样赚钱 早来早赚 晚来你还是要赚 就怕你不来 不怕你不赚 那其实现在的行情 你也知道 你不可能买东买西 这个也涨 那个也涨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定高级的 一个观念 股票会涨 未来我还要叫你买 或是你等个时机 拉回来之后 有好买点 我说我在带你买 都可以 轻轻松松 工账涨停板 真是传奇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对不对 我从我6月10号开始跟各位讲 我说你要跟上 到我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 它是 来 营收创新高买了安心 比大盘强安心 先做这一支 透懂 而且下半年将会推出四款新游戏 权力金跟授权 跟游戏收入 让他的下半年营收还持续在看好 那你不买他买谁 对不对 说到做到 你来的我还是带你买 你还是十张当天又赚7万块钱以上 我也没有说到做到 趁胜追击再买 对不对 真是传奇 大家现在都有传奇了 都有传奇了 观众朋友很简单 你也讲传奇 他也讲传奇 那我们不要管谁先谁后 这个 你已经见证到 白抓虾欧尼在这里 最早带你买是谁 我现在跟各位讲 你就是要有定沟基的观念 不要多100万你买一档 100万你买一档 100万 你买10张短短几天股价大涨21% 观众朋友 真开心 今天逼近第三支涨停板 短短四天一大涨21块钱 10张就是21万 对不对 那我也跟你讲 买在起涨之前 而且持续加码 当然获利开心续报 就是这样赚钱 所以跟各位也讲 没有什么诀窍 你就是跟着我们订沟基计划 就是跟着来做 就是这样子做 因为你买东买西 你会分散你的资金 100万 你买10档股票 跟买5档股票 或是只买一档股票 我问各位 哪一个效益会比较大 如果你那档股票对了 我问你 你买100万好 还是买一张好 这当然很清楚 所以很简单 今天这个行情 你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跟上我们的订沟基计划 我只带你做一档 Only one Only one Only one 就是那一档股票 我很开心跟各位讲 你赚钱 我比你更开心 因为我知道 你赚钱 我也赚钱 我们大家开心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为什么不这样子一起来做呢 你不要想这么多 我讲真的 你看你最近抱来抱去 很多抱你买这个 抱你买那个 你 对不对 电话拨通 我带你买一档就好 订沟基计划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来 轻轻松松地做 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买一只就好 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 这句话把它记得 不要在同一时间买太多股票 你想想看 你到底是要开杂货店 还是要开精品店 你不用买一大堆 那个辣椒够辣 朝天椒一颗就非常辣了 你不会辣的一盘 看起来很红 一点都不辣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来 郁金光 这很好的例子 来 我说 不要买东买西 我就出手 郁金光 我第一天大买 5月31号 我就买在5月31号 前面都不理他 短短几天 316到353 你10张就赚37万了 有没有 短短几天就赚37块了 你起掌前买进 你前面都不要管 对不对 你就买一档就好 好好买 光学族群 你就好好买 起掌前买进 对不对 把资金集中嘛 今天有没有收最高 还是收最高啊 还是赚钱嘛 因为有人喜欢做光学 有人喜欢做游戏 有人喜欢 对不对 所以你 你那个时候来 我带你买郁金光 今天还是收最高 你10张还是赚30几块钱 很轻松啊 没有负担啊 奇怪做股票怎么会很累呢 买太多才会累啊 不是吗 你知道只能辨识也要用镜头吗 观众朋友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股票即将发动要注意啊 我已经在锁定了 我已经在锁定了 你小心要喷出啊 我跟你讲我说到做到啦 我跟你说我说到做到 怎么样说到做到 来来来看过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来 请你看过来 端午节的时候你怕不怕 怕 怕还是要买 买什么 买比大盘强的 买营收创新高的 买中国市场 未来大赚的 买游戏收入 跟授权收入 未来能够双管齐下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好的 是谁 传奇嘛 你打电话来不是就有吗 不用买那么多 买10张70几万轻轻松松 打来就有先来先赚 先来先赚 先来先赚 晚来晚赚 对不对 还是要赚 就这么简单 还是买 还带你买最低 你打电话进来的来 是不是通通在你盘前 告诉你买 买哪里买哪里 买开盘价80块9 请注意来 买809最低809 买最低慢慢电高 慢慢电高 还是要赚 你早赚 早来早赚 晚来还是赚 10张呢 一天 还是赚多少 还是赚了快7万块钱 很困难吗 我告诉各位不会 定高级做好一档就好 我不是神 我没有办法预测明天到底涨什么 后天到底涨什么 拿股票涨定板 我不会 但是我很清楚告诉你 我只知道你要赚钱 就是这样子赚 定高级 简简单单的做好一支股票就可以 跟着慢慢做 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我跟各位讲 在这里 尤其像传奇这种股票 未来全市长会大家 竞相来怎么样 来追价 来追 像今天他就被列入警示股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呢 你就暂时就不要急 等到未来有好的买点的时候 我会带你好好买进 你放心 但这个时候不要急 不要追 因为我有更好的标的 要带你像传奇这样子 短短几天 大涨21块钱 观众朋友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四天的时间 短短四天 大涨21块钱 十张 21万 几天的时间 几天的时间 短短 一 二 三 四 一百万 你就变成一百二十八 但是不要急 丁老师告诉大家 好不好 我们有更新的标的 好 那这档股票 我觉得 你来看到了 定个OK计划 所以现在 真的 利用广告当中的时间 前面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这通电话 非常重要 有关于你明天 能不能赚个涨停板 有关于你盘前 明天 能不能够买到 最强的标的 有关于你明天 能不能够 轻轻松松的 用一百万 去买一档 明天即将喷出的股票 这个定谷基计划 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就是为您打造的 很简单 相信我 把电话拨通 丁老师带你 就做一支 跟着我们的 定谷基计划 丁老师明天带你 我们一起来 转掌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鼓励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